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好像忘了点东西在楼上 什么 一个黑色的小包 就在房间 在我床头 那我去哪 我们再坐一会儿啊 给 袁总还在想上午的事吗 你说的没错 我对集团的思考 确实浮于表面 段飞保护我和我的父亲一共一百六十七天 在希拉库萨 后来地方管理者 开始对我的父亲施压 然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的一座山庄 她 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不知道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还是只知道读书弹钢琴的千金小姐 段飞也没有现在这么冷 她以前 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你这么问我 我倒也说不出什么 可能话比现在多一点 比现在温柔一些 那时候 我还以为我们感情很深 直到有一天 她的任务突然就终止了 然后就消失了 我怎么也联系不到她 故事就到这儿 是不是有点虎头蛇尾 是这个吗 嗯 谢谢 这已经到了 我们走吧 好 小董 小董 下午你陪系统才去就行了 集团还有些事需要我处理 要想想你 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哎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感谢观看